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搜救回收大队日前在巴丹吉林沙漠开展模拟搜救演练 为今年即将到来的高密度任务需求做准备 这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搜救回收大队在东风着陆场进行的一次模拟搜索演练 今年他们要进行十余次航天搜索回收任务 年初以来队员们一直在河壁滩进行封闭式训练 在沙漠地区进行航天搜救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沙漠驾驶是队员们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该大队针对沙漠特殊地形开展了翻越沙凉走沙坡下陡坡等驾驶训练 搜救能力大幅提升 在沙漠驾驶训练中十分考验我们驾驶员对速度的控制 速度过快容易出现飞车 速度过慢容易使车辆淡在凉上 直升机所降是搜救任务中常见的科目 为了让新队员能够克服恐惧心理 他们逐步提高所降高度 结合抗旋运训练攀爬训练 加速了搜救队员的成长 目前该大队所有搜救队员均已具备了 在沙漠戈壁草湖山地等复杂地形下 执行航天搜救回收任务的能力 今年大型任务多标准高 要求我们全部队员必须打好基础 随时能够拉得出 搜得到 救得回 为后续任务做好准备